大家好,我是BBECCA 今次我要錄音,因為我沒有了很旁述的工作 在錄片的時候 今次就是去吐露港的馬士州 馬士州是一個和鹽田仔的沙咀相連的小島 沿途會看到當地居民 還有碼頭 方便當地居民出海捕魚 還有一些歷史資訊 介紹當地歷史 以前的人是如何自給自足 開始上山 越走的時候 其實在三門仔的山上 有很多山墳 越走越多 我當時就在開著Google Map 跟著走 因為我太怕走錯了 因為實在有很多山墳 沿著馬士州的方向走 一直下去就會到馬士州的年度沙咀 現在已經是1點了 上網看潮池的時間 大約是3點 就會上到1.5米了 那天上網的人說 其實1.4米是安全的 我擔心 當潮池的時候 會不會回去 我又不知道 在這裡的水位 應該是怎樣才是 為止 升到上去 一個危險的水平 不過既然來到 其實怎樣也要走 去到 其實會有9個 檢查點 每一個點 都會有不同的石 地質體 基本上 你一路沿著岸邊走 其實就已經看到了 所有的點 來回這樣走 到後來 我對你 或者你可以走到山路那邊走 但其實要很小心 因為這裡有很多釣絲蟲 你如果不小心 它會很容易黏住你的頭 所以要很小心地走 駱山去到馬士州的沙咀 經過見到一些傘傘 他們會在一個攤檔買一些雞子藤 他們會順便問你坐不坐船 就回到山門仔 就不用經山墳 好像要四個人搭一架小船 就百多元 當時我們只有兩個人 就沒有選擇搭 而且覺得那時時間很早 就可以走山 所以如果你們不想走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選擇搭船 可能搭船也有其他東西看 那我就是搭巴士 那搭巴士 其實一路車就會經過一個指示牌 然後就會教你指向的方向 經過山門仔 然後就會去到馬士州 那走的時候 其實都是反過來走 又回到那個巴士站 等回巴士 然後再出去大埔區 那就轉回港鐵 這樣就可以回家了 那真的到了最後最後 就當然要記得 按讚我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不時都會提供一些影片 那通常是我有空 或者我去了玩 無論是去行山 還是做些什麼都好 我都會拍片 嘗試一下 改善一下我的拍片 還有盡量不要太多掉漏 就希望這樣是好玩 還有好看 拜拜 拜拜 好好看 好看 イベント